歡迎回到武董談大學 首長 昨天有一個 中天的節目很有趣 叫做新聞農捲風 那個節目我也去過兩次 那連我都可以去新聞農捲風 那代表其實中天還是有包容力的 可是呢 這個新聞農捲風的一個 一個評論者 就是這個謝寒冰先生 我對謝寒冰先生最 清楚的印象就是 他都帶著一本 這個發票上節目 然後一邊在講的時候就一邊開發票 我對這個印象非常的深刻 董長 謝寒冰先生在這個 龍捲風的節目當中 罵了誰啊 罵了 東森電視的老闆 張老闆 這怎麼回事 因為這個前一陣子 這個蔡以民董事長帶媒體去北京 去這個 朝拜的時候去朝貢的時候 這個東森的高層也是赫然在做啊 那他們當時都一起去的 那怎麼現在開始互相咬了好去呢 狗咬狗一嘴毛咧 這個好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荒謬 是 他 第一個 我必須要承認 因為剛好兩邊 旺董我也認識了 是 然後這個 張高翔 張高翔董事長我也認識 是 張董事長是一個 台 在新北市 經營有成就的一個 建築公司老闆 嗯 信用卓著 他一輩子沒有幹過什麼壞事 起碼他跟客戶沒有糾紛 他怎麼跑去大陸做生意 他一點機會都沒有 好 中國大陸現在房地產崩盤嘛 對 誰沒去 你有聽台灣人去大陸做房地產做發財了嗎 不要說了啦 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房地產他的特色叫做官商勾結 是 你如果阿拉阿拉的那個官員 要勾結 你會去勾結台灣人嗎 你頭牌壞掉了 他剛剛自己的親交五十 在交 親交都不夠 還在打官 怎麼可能讓你台灣人去跟你勾結呢 是 所以沒有聽過台灣人 跑到中國大陸去做房地產發大財的 沒有過的 嗯 雖然沒有過 那他們勾結他幹嘛 那他勾結他幹嘛 所以 莫名其妙嘛 是 那我認為啦 我認為是不是因為 而且講難聽一點 最近人家還在諷刺說 是不是說今天東昇做了這個 寒天二臺 哈哈 對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有點荒唐啦 我認為這個事情是因為最近人事有點異動 我講坦白的吧 這就是惡意 這就是最大的 寒粉的典範 就是旺中 你看有沒有 旺老闆 旺董 跟韓總 這些人搞起來 一秋之河嘛 被幹好事啊 是 你奇怪啦 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真是紅媒啊 他說紅媒對不對 對 紅媒要替為誰服務啊 要為中國服務 為中國共產黨服務 為中國北京當局服務 為中南海服務 為中南海 中南海談不上了 他們不夠資格啦 就是為中國大陸服務嘛 是 是個政治統戰工具嘛 是 統戰工具的目的目的是什麼 希望 台灣的群眾 台灣的民眾 對 北京當局有好感 對 這叫什麼 北京有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 兩岸統一 叫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是 了解這句話很重要的核心原則喔 是 他知道說 我跟你政府 因為他不想跟你戰爭打仗嘛 他希望討好台灣人嘛 收買人心嘛 好 你這個傢伙 花了幾百億 買了個電視台 對 結果你應該去幫我去宣揚我北京的國威對不對 對 宣揚我祖國的偉大對不對 對 宣揚我這個是一個多麼好的一個政府 對不對 然後人民對他有好印象 對 你跑來 修理同業 一跑來 跟韓跟韓國瑜這種 草包搞在一起 對 然後被 我們那個館長 對 一搞搞十幾萬人上街頭 是 就給你 吐口水 對 你望中本身在台灣變成一個負面形象了嘛 是 你這個負面形象的結果是什麼 跟你的 如果他是紅媒的話 他的紅媒的領導人要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要來討好台灣人民 就他在幹什麼 他在派狗仔隊跟蹤吳子家 媽的先得罪我 是 幹 我叫幹他 幹叉叉 我已經跟你講了嘛 是 我沒有像館長那麼樣的流 但是我真的狡猾到台灣 那是堅持的 你開玩笑 你喝酒下去就可以了 我不用喝酒 我跟你講 幹叉叉 蔡炎明 對不對 跟你 誰有本事來告 誰怕誰啊 什麼玩意兒嘛 他去欺負張高祥 張高祥是老實人 張高祥是不跟他計較 張高祥做電視要幹嘛 你知道嗎 幹嘛 他賺錢 是 張高祥根本沒興趣跟你這些人扯 張高祥就是生意人嘛 張高祥年齡比我小幾歲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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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也是浙江人 他也是台灣生的浙江人 他就是很實在的生意人 他就好好的 他有現金 他買個電視台 電視台去年 賺錢 是全台灣最賺錢的第一名電視台 是 他說 他的 嚴重獎金 他發的比人家都多 全國第一名 東昇全國去年發最高 喔 他就沒有你自己囉嗦啊 他不跟你搞政治嘛 結果突然間你攻擊他幹嘛 為什麼要攻擊他 攻擊他原因是什麼 是 什麼目的 也有好幾種說法 對 坊間也有說法 說張高祥要挺郭董 啊 也有這個說法 各式各樣謠言 但是今天他公然用他的節目 來攻擊東昇的董事長張高祥 這個行為是非常下流 非常可恥的行為 因為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新聞基本原則 我告訴你 小弟 辦了一本小小的美麗島電子報 我告訴你 我從來不用美麗島電子報 處理跟我個人有關的新聞 喔 做的講得太好了 這個是個基本原則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專業分紀嘛 對 你把你的望中 搞成了你自己的私人的 的叫做吵架工具 對 吵架 不高級啊 很低級啊 他可能就是不高興張高祥把平秀琳挖走了嘛 就這樣子嘛 平秀琳走的為什麼會走 平秀琳會走你要檢討你為什麼逼得平秀琳離開嗎 平秀琳離開是你本身你這個你你你猜望望的猜望望懂的問題嘛 是你邱家宇高層的問題嘛 你幾個你找人玩家 我告訴你我現在就在收集你的影帶 我到時候一定讓你民進黨政府任內讓你這個 執照給你掛掉 我做得給你勾到你 我一定讓你讓你中天望中的那個電視執照 牌照在我手上掛點 你知道我一定給你做到他搞 你少在那邊欺負這些有的沒有的我跟你講 老子就不怕你這種人我專門修理你這種傢伙你知道吧 所以我今天就要 今天你看了沒有 他第二段更惡劣 他說東森老闆 買媒體賺大陸錢 他寫這個第二段 我不好意思講罵他那個人是王豐 豐哥 豐哥跟我好朋友 豐哥是個老實人 老闆交代他罵了嘛 他就是一次 跟著 連戰 他們一大票跑去那邊 說哈囉一趟回來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回家去記住了一下 他賺什麼大陸錢 他親口跟我講 哎呀 大陸不能去 你要去 放得什麼去 都要抓都要死喔 去租金都會套牢 問問掛的 親口跟我講啦 不能幹絕對不能再大陸投資 結果你現在幹什麼 顛倒黑白來罵他 然後用兩個節目來罵他 在修理張高翔這個人 這個是什麼媒體 這個叫媒體嗎 這小流氓嘛 哎呦 蔡衍民有本事 做得大壞 對不對 對 幹大拖的嘛 你幹的都是那種 那種 蘇老婆 你知道嗎 這個雜碎的事情 你知道嗎 蔡衍民在幹雜碎的事 養了一批小雜碎嘛 最小的叫狗仔 他媽的跟我 對 在後面跟蹤我 我要罵你一輩子 我先告訴你 然後現在你還看到那個 另外一個人 被操控的就是一個 土包子 一個草包的韓國瑜 綁兩個綁在一起 好了你現在麻煩大了嘛 你望中被人家長成紅媒啊 對 你韓國瑜被人家長成草包啊 是 那你這種人 你背後是 北京當局啊 你這個選舉怎麼選 欸 董長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幾場韓國瑜造勢 那個望東都要到場去盯場 為什麼 所以這個表示他 他把他動作自己的事嘛 他不去動員不起來嘛 是這樣嗎 他不是 一個大媒體 不是 一個媒體 台灣有很多新聞媒體 你知道嗎 對 全台灣新聞媒體 建入最深的 就是蔡衍明 他把這個蔡衍明 把這個媒體 已經把他搞小了 你知道嗎 對 搞成了 韓國瑜廣播電台 是 港都電台啦 是 你娘 你有什麼小露營 對 沒有跟你信 對不對 然後養了一堆 白癡的韓粉嘛 還好我們有聰明的科粉 跟我們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一個 花了幾百億 買一個電視台 買了一個媒體集團 對 把它變成垃圾 對 然後呢 去討好誰 不知道 討好他背後的組織嗎 我告訴你 我是他老闆 我要是習近平啊 好 我看他把他 趕出來 你是個混蛋 幹個混蛋事啊 我叫你去台灣做好人 做好事啊 結果你把我去第四人 得罪到十幾萬人上街頭 我搞什麼東西 而且十幾萬人都年輕了 對 共產黨最重視是什麼 年輕人 我跟你講 年輕人是希望 共產黨到 所到之處 在整個共產黨 理論裡面 所以鬥爭裡面最重要是青年人 要跟青年人 要跟青年朋友 站在一起 對 怎麼會把年輕人得罪了呢 你拼命的在製造 你得罪館長 得罪PTT 得罪年輕人 你幹了什麼爛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的 旺中 他們如果真的是說是紅媒的話 我告訴你他慘了 他把老闆害慘了 因為他老闆 要他做的事情 覺得不是這個結果 他現在這個結果 剛好叫做適得其反 而且 我告訴你最快的是誰 蔡英文 蔡英文民調這兩天拼命高 你看到沒有 為什麼 就他們嘛 反差嘛 對 他的旺中裡面看不到六四天安民的紀念報告嘛 有 看不見新聞一小趴啦 對啊 爆屁股 我這個跟你講一個八卦 對 我跟你講一個八卦 據說 蔡 蔡旺旺董事長 為了這件事情震怒 然後在內部開了一個會議 在內部開了一個會議 說 為什麼我們六四的新聞 通通都沒有 這時候總編輯自己舉手站起來 都是我的錯 我以為這樣子老闆你會比較爽 對 以上是八卦 而且 非常有根據的八卦 對 那 這個是一個 在PDT上面留他的故事 說 這個其實不是 忘董的意思 這其實是 下面的人 所做的 阿舅我要跟所有的網友跟我們的科粉講一個概念 是 大家 不要被這種東西 糊弄到了 不要怕這種東西 當年我們在民進黨出席在拼的時候只有三台 後來來個TVBS 是 三四台而已 是 誰 誰怕誰啊 你要忘董我都怕你啦 當年李登輝那個時代更可怕 蔣經國時代是 拖水去秦桑 我就沒跟你信啦 現在你這樣子搞 這個適得其反 我現在已經看到了 今天 就是整個韓國瑜的政治生命 就是因為 望中這個壞的 壞的 不正確的 一個標籤貼到韓國瑜的光頭上 就韓國瑜就掛掉了 所以 這個 殺韓國瑜者 蔡野民也 我跟你講 就是蔡野民把韓國瑜害死了 害韓國瑜者 韓粉也 好 對嘛 就這些貨色 這叫做 物以類聚 人與全分 再講一句竹話 我們村子裡面講的話 對 不是垃圾不成堆 都關閃一堆 歡迎你來告啦 你們別不怕你啦 不是垃圾不成堆 今天學到了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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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